怎么样,朕第几名 皇上,那些考官有眼无珠 无才无学,朕落榜了 皇上,咱不稀罕得破镜去 朕想一个人待会 皇上,去 修恨金榜,梦不成 悲心幡然已登峰 大家好,我是二民工 就在欧拜和苏克沙哈二人矛盾 不断升级的节骨眼上 孝庄老佛爷突然要去祭祖 说是努尔哈赤给他托梦了 阴间那边的业务进展的不顺利 让他给汇点钱 所以,这朝政就拜托几位辅政大臣 皇帝还小,多帮衬点 请太皇太后放心 臣等地将同心同德 辅助皇上 太皇太后一路平安 这装病在家的索尼 问他儿子 你猜老佛爷 为什么挑这个时间段 记住我 这所额图随他底 聪明啊 一双狐狸眼微眯 哼,不知道 孙妮摇了摇头 你那大脑瓜的白掌呢 这是太后给孙子的试炼 看他如何处理要臣之间的摩擦 也好给他将来亲政做个平补 安排这个时候去 要让咱们的皇上单独的历练历练 这校庄前脚走 康熙后脚可就撒花了 什么骑马打猎 洗脚桑拿 平时祖母不让干的 今儿必须玩爽的 他这边疯去了 傲拜这边 趁着老佛爷不再讲 把大清一多半的巡抚和将军 都招进了井 来商讨圈地仪式 按眼下初步统计 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已经圈地上百万青了 不过有一说矣 傲拜手里的地还真不多 全是这些幕僚部下肆意妄为 他完全是兜底的存在 上集说了 苏克萨哈已经掌握了 傲拜圈地的确凿证据 可是老伙计走了一步臭气 拉拢班布尔善 一起扳倒傲拜 种种迹象表明 傲拜和班布尔善 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老班离开酒楼 直接到了傲府 把底透给了傲拜 科举结束后 内臣外官同朝一世的那天 就是苏克萨哈下手的时间 今天招大家来 傲拜的意思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让各位退一点天母 虽然自己不惧他苏克萨哈 可鱼丝网破 毕竟没必要 这将军鄂尔利首先表态 退是不可能退的 但可以保证以后不全了 众人纷纷附和 是啊 吃尽肚子再吐出来 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 咱错了吗 就在大伙七嘴八舌的时候 班布尔善发言了 下官认为 全帝不等于谋私 更不等于乱政 全帝是为了 阔军建营 是为了大清的强生 对呀 下官打眼这么一丑啊 天下的都府 有一半坐在这大厅里 这意味着什么呀 这意味着真理 就在这间大厅里 不在那些阎官御史的手里 更不在那些刁民暴徒的手里 按理说 他班布尔善身居高位 应该与傲拜同行 规避风险呢 可他不但没有撤火 而是火上浇油 如果不是蠢 那就是别有用心啊 这傲拜被他这么一拱 也放弃了瞻前顾后 准备决战 前清宫 咱们就等着 同朝义政的意思吧 转眼 科举京士的日子到了 所有考生贴了考号 入了考场 其中就有纳兰明主 和武次友 另一边的康熙 也演完了 精神气爽的他 做好了一堂竞技的准备 皇上考题出来了 上下两题 上题是先王之法 下题是时政之要 献三个时辰交卷 郑重下怀 朕要第一个交卷 他这刚提笔 苏马拉姑没偷一皱 有人交卷了 长得还挺帅的 康熙置若网闻 成大事者 岂能心浮气躁 大不了第二 一晃 挺长时间过去了 康熙提笔收莫 毕竟年轻 还是急了点 一滴墨 掉在了卷子上 这时间不等人呢 不管了 交卷 这既然是匿名 那就不能写 爱心觉罗 悬夜了 苏马拉姑给的建议 叫龙儿 康熙直接拍板 就塌了 然后 魏东廷以职务之变 成功把皇上的考卷 顺入考乡 横通殿这边 五次有项目尖的回来了 没错 第一个交卷的 就是他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 纳兰明珠也回来了 他很疑惑呀 考试刚开始 没到半个时辰 您就交卷了 这么有底气吗 五次有效了 他根本没按考题写 而是字拟一题 论圈地乱国 他在心里 演练过无数次的答案 自然比走如风 将全城敖拜的恶技 批得体无完封 真是痛快 哎呦 兄啊 你这可是闯下大祸 我就不信 满朝文物都是他的同党 天下学子都胆小如数 我也不信太皇太后和皇上会坐视不够 阎光和玉石都装聋作哑 我今天只是放一把火 且看朝廷如何收拾 他这是拿命在赌啊 赌赢了 功成名就 赌输了 人头不保 说心里话 明珠佩服他呀 不畏强权 端得是正气开磨呀 告诉客栈老板 以后每顿饭给我五哥加俩菜 寄我账上 顺便把我的客房调得离五哥越远越好 别打扰他用功 朱衍 您是怕遭连累吧 就你话多 三天后 国子剑的窗外 苏玛和魏东廷正在商量谁进去打探消息呢 俩人推来推去 五分钟过去了 最后决定魏东廷去 就因为这五分钟 魏东廷错过了贾科前三的名字 但他也没往心里去 皇上才十四岁 前三不至 第四名 陈山远 第五名 丁芝齐 第六名 黄文新 第七名 这读到最后也没听见龙儿的名字 东廷知道 谢了 俩人回到了御书房 面对康熙 那是支支吾吾 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一会儿说考官有眼无主 一会儿说批审官坐井观天 胸无点墨 康熙看俩人神情就知道 落榜了 皇上 您别难过 咱们不跟那些橘子们一般见识 你们去吧 朕想一个人待会儿 皇上 去 皇上 此刻的康熙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否定 拥有最好的师资力量 最先进的教学理念 最成熟的后勤保障 最完善的授课体系 最后换来的 是名落孙善 只能说明一点 自己是个废物 失魂落魄地走在玉花园的长亭里 想着皈依佛门的父皇 看来出家并不是很糟啊 正想呢 苏克沙哈和济世找来了 看过朱元璋的都知道 每次科举的状元榜眼探华 必须由皇上亲自裁定 清成明智 这大清也不例外 此次科举 甲克晋士一共九十九人 魏东廷偷听了九十六人 录掉那一甲前三的名字 就在二人手里 希望皇上亲定状元郎 这康熙心底啊 升起了一股莫名的兴奋 卷子不看了 你们说姓名吧 头甲第三名 畏惧叹花者 陈等建议取这个叫龙儿的学子 这篇文章啊 立意高原 颇有上古之风啊 师父 你说那人叫什么 龙儿 苏克沙哈 你也认为这个龙儿 可以畏惧叹花吗 实际上此人可以做榜眼 只可惜卷面上 落下一颗墨迹 正好将他为头甲第三名 委屈他一个叹花吧 郑重啊 郑重叹花了 看着康熙封典 两位考官面面相聚 这小皇上 怎么刻假药了 看着二人胡疑 康熙把龙儿的试卷 从头到尾 背诵了一遍 又把自己匿名考试的事 道了出来 俩人听完 转移为精啊 这皇上 真乃千古奇才呀 千佩之意 不加掩饰 那济世高兴的同时 外加五分落寞 自己当年 三十五岁得众状元 眼前的康熙 十四岁便得榜眼 自己何德何能 受教于他呀 转身走了 康熙刚想追 被苏克沙哈拦住了 此次科举的榜眼探华 可以说惊艳四座 但是 剩下的那份考卷 那真叫惊世骇俗啊 谁的呀 五次有的 论圈地乱国 这康熙一边看 一边惊恶失色呀 身在紫金城 不曾想 他敖拜在全国范围内 圈地百万情啊 如此下去 岂不要圈调紫金城吗 他问苏克沙哈 对此事 是何态度 臣不敢说 你是辅政大臣 连你都不敢说 这朝廷中 还有谁敢说呢 皇上如果将此人 点为投名状元 臣就敢参合圈地的坚持 皇上如果将此人 千刀万剐 臣今后 也只好跟着圈地去呢 康熙欣慰一笑 明白了 这是让自己表态呀 不过 正和正义 此次甲克状元 非他莫属 不过 自己未到亲政的年龄 不能下旨 苏克沙哈一摇头 那不重要 自己已经掌握了 大量证据 同时 联合了班布尔善 和众多内臣 只要您站在正义的一边 摇旗呐喊 半倒敖拜 板上定定 只要他一倒 您就可以提前亲政了 提前亲政 嗯 好 朕同你们一块动手 你告诉索尼 后天同朝一政 四个俯征大臣 一个都不能少 他要是走不动 排 要把他弹到宫里去 这 下集 本以为万事OK的苏克上哈 却迎来了此生 不可逆的花铁 请皇上下旨 将苏克上汉拿下 陈灵 处理好 不许可适的 后面